第十三小节 凭准价格是汇农吗? 所谓公共政策史,其实就是受贿人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千方百计去欺骗众人的历史。 特殊利益的受贿人绝对不会直接对公众说, 让我赚便宜吧,你们忍受一下剥削就可以了。 而是会雇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公关公司去操作媒体。 这些专业人士制造出大量统计数字、表格、曲线图和丙图, 经过一番口号式的证明,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 这么做是为了你们好,如果不这样,你们要倒大煤。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凭准价格。 所谓凭准价格又称公平价格。 经济学家们振振有词地说, 30年前,一亩地产的大米大约是400公斤, 可以在城市核心地段买一平米房子。 可现在得要50亩的总产量,这太不公平了。 如果政府不保护农民,农业就会崩溃。 所以,应将大米价格同步上涨,当年大米价格是2元每公斤, 现在就得100元每公斤,这个比例应永远保持下去。 于是,政府果然为农产品设定了凭准价格。 但是,1912年,雪佛兰六缸大轿车的售价是2150美元, 1942年仅为907美元。 如果参照农产品评准价格,售价应为3270美元。 凭什么只有农产品应享受评准价格, 而工业品就不应享受呢? 农产品降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劳动生产率提高。 1909年到1913年,美国平均每英亩年收188磅棉花, 而1955年到1958年是428磅。 那么,凭什么照1909年来制定凭准价格呢? 有的行业享受准准价格,有的不享受, 说明它只对少数人有利。 州府制定凭准价格的弊端是, 在荒年,量价上涨超过凭准价格, 可哪个农民会把多赚的钱退回来呢? 于是,凭准价格成了只赚不赔的抢劫。 有的人说,有的凭准价格, 农民手中的钱多了就可以多买工业品, 这样城市人也会受益。 其实,这仍然是破创谬论的变种。 假设,小麦原先售价为每普世尔,2.5美元, 政府干涉后的售价为3.5美元, 农民多得了1美元。 但城市劳动者就要多付1美元, 则他们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也会比以往贵1美元, 农民真正的购买力并没有增强。 政府乱身手还会留下这样的祸患。 政府让农民多了1美元, 城市人少了1美元。 这样,城市购买农产品的能力下降, 原有的农产品卖不动, 农民们只好将多余的农产品毁掉, 造成财富灭失。 有人说, 凭准价格确实不能会农, 但农民买工业品, 许多是进口的, 含了关税, 等于白受剥削, 政府应该用凭准价格补偿农民的损失。 确实, 关税伤害了国民, 包括农民, 但如果说因此就要用凭准价格去保护农民, 那么城市人招谁惹谁了呢? 他们一边既承担了关税的伤害, 一边要再添加上凭准价格的伤害, 等于要挨两次载, 这公平吗? 说到根上, 凭准价格唯一的好处是养活了一大堆不适生产的官员, 通过这一政策, 他们可算给自己找了个活干, 可买单的却是纳税人。